他到底在幹嘛 欸 請坐 請坐 欸 誰還沒來 老師你最近今天 你跟他不會跑 不要 不要 他到底在那邊想不會跑 你一定會想要跑 不會啦 不會啦 好 九月瑞還沒來喔 還沒 陳正伯還沒來 還有誰 還有誰 還沒來 蔡總敏 跟他沒來 這個又不是我 那時候沒來 那時候沒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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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離主了耶 那時候沒來啊 那時候沒來啊 喔喔喔喔 阿明星啊 好訓練喔 好訓練喔 那時候也要來啊 對阿 好訓練喔 好訓練喔 謝謝 好訓練喔 謝謝 好訓練喔 好訓練喔 好好66! 幾個都到囉 還要幾個卡 如果有幾個卡 還要太回合 二十圈 還要幾個卡 等四圈 之後還要幾個卡 還要幾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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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靜好不好 安靜一下 老師要講事情 好啦一直講話很吵 那個1月16號 節夜是那一天午餐 我們要統計人數 那一天午餐有一些同學可能不吃 那一天吃的比較好 為了不讓費食物 所以我們要進行統計 那一天中午有牛肉麵跟肉跟麵 中和炸物食酥跟養樂多 通常會吃的比較好 但是通常有些同學選擇不吃 他就節夜吃結束他就要回家 還是要去外面吃 有些人會這樣 所以我們不要浪費食物 好啦 節夜吃完就可以去吃啦 那我問一下 有要吃的舉手 因為他每一般要統計人數 節夜吃那一天有要留在學校吃的舉手 那等一下人數 那一天都吃的比較好 1 2 3 4 5 6 7 8 9 好 手放下 手放下 好兒子 等一下 你先把它寫完 有嗎 看到課本214頁喔 看到課本214頁喔 我們進座要進去講 好 有看到214頁 看一下上面那一題非常練習 好啦 安靜安靜喔 一開始就要一題想法 剪掉八倍的一次 然後再加上去 他也許會騎到 但他也許會騎到 他也許會騎到 安靜安靜 欸好了沒啊 白瑞哥 遲到了 白瑞請坐 看我這邊 看我這邊 剛才我們題目喔 該怎麼做呢 我覺得我們還是把它整個流程喔 再整個磅破一遍喔 一般來講 在做這種題目的時候 大概有兩種策略 來 你把這兩種策略都寫上去喔 我們在高一喔 一定要把同學的這個概念喔 建立得很清楚 首先呢 安靜安靜 不要講話 首先同學你應該有看到 A 他的領導係數A是多少 A是2 大於0 好 請問你 這個反應在這個圖形的結構上 如果你令這個傢伙叫做Y嘛 叫Y等於F平方 減8F加什麼 最喜歡這個二次函數對不對 領導係數是正的 代表這個拋路線開口朝哪裡 朝上 好 這沒有問題 來 領導係數是正的 這個拋路線開口怎麼樣 開口朝上 對不對 然後再來 通常我們也會建議同學 因為二次函數你很容易可以看出他的什麼東西 判別式對不對 來 請你告訴我 他的判別式是誰呢 安靜安靜 判別式B平方 就是64 對不對 然後再減掉 多少 減掉四倍的什麼 A7 A是多少 A是2 然後C是多少 11 欸 對吧 欸 判別式啊 B平方減掉4A7嘛 欸 請問你喔 64減掉 這個是多少 88 這個剩哪裡負的 這負的啊 對不對 這個是負的 好 那我現在請問同學喔 判別式小於0 反應在平行上的結果是什麼 這個拋路線跟著軸 沒有交點 好 那我想 呃 我需要寫嗎 欸 寫一下好了 沒有關係 代表說 這個交夥與X軸 好 無交點 這盡量寫清楚啦 反正這不是考試 我們這過程喔 這每個都把它寫清楚 好 與X軸無交點 那綜合上面喔 這兩個觀點的話 同學你應該知道 一個開口朝上的發霧線 然後跟X軸無交點 欸 這個圖你會怎麼畫 欸 開口朝上的發霧線 然後跟X軸不會碰到 那就代表整個發霧線都在X軸的哪裡 上面 那這種情況跟數學上 我們有給它一個特別的名稱喔 這個稱為叫什麼 這個叫純正喔 簡單來講就是整個X軸都是我的什麼區 都是我的正號區 這樣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整個X軸都是我的正號區 對吧 因為它事實上 整個圖形都在上面的話 這上面的每一個點啊 這一個圖形上 每一個點 如果叫做X 然後倒點Y 它的Y座標是基本上都大於0 沒有錯啊 對吧 所以每個 十數軸上的每一個點 都是我的正號區 所以這個題目要問你說 到底哪一些X帶進去之後 會讓它大於0 答案是什麼 正義的十數 十數軸上的所有的每一個點 都是我要的答案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一題你可以這樣做喔 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正義的十數 好 我就不寫了 那請問你 我們課本喔 比較希望同學用什麼做法 你猜 我們課本希望同學在高一的階段 就是目前為止喔 你應該具備的一個方式就是 你要透過畫圖 可以嗎 所以來我現在示範一下課本的做法 課本是說你要令這個交貨叫Fx Fx叫做誰呢 叫做2倍的S平方 然後減掉8倍的X 然後再加上11 這樣可以喔 然後呢 我們要去找 到底哪一些X 就是經過函數這台機器之後 所對應到的Y會怎麼樣 會大於0 欸 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再講一次 這個 你要應該知道的所謂的解不等式就是 到底哪一些X丟進去嘛 因為函數它本身是一種對應關係對不對 欸 行不行 好 你一定要了解喔 函數是一種對應關係 它是一台機器 所以當你指定X的值之後 丟進去 是不是會出現一個Y 對吧 然後今天我們希望這個Y是怎麼樣 希望這個Y是正的 那我們要去找 到底哪些X 會滿足這件事情 要把它收集起來 找出它的範圍 這個叫解不等式 這樣有聽懂嗎 然後 現段直覺你應該知道喔 一個X進去一個Y出來 這個X跟Y它會形成一個數對 這個數對的概念 其實它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它是一個點的概念喔 對吧 你丟一個東西進去 然後會有一個Y出來 那Y是正的 欸 那請問你喔 Y如果是正的 Y座標是正的 那請問你 這一個點一定會落在哪裡 對 也有人會講說是落在第一項線 或者第二項線嘛 對不對 因為Y座標是正的 所以就代表說這個點 在第一項線 在第一項線 第一 或 第二項線 這樣可以齁 這個其實不難喔 這個我已經講過好多次了齁 好 所以你就可以從代數模式切換成集合模式去考慮這個問題喔 那我想我這個畫圖對同學來講應該不會很難喔 同學我問你這個畫圖要怎麼畫 我們課本是希望你畫精確的圖形喔 這是個開口槽上的拋路線 來畫一下喔 我們就畫個開口槽上的拋路線 唉唷 唉呀 有點醜 來 再畫一次 這邊不難喔 你們現在非常幸福喔 108克剛 把舊教材刪掉三分之二龍 舊教材有堪根定理 有牛頓定理 有一堆有了沒的定理 全部都拿掉了 所以你們現在覺得東西其實這樣 這樣不好玩耶 這樣對你們來講壓力變輕的不覺得嗎 來 我先把金門學拔進去 欸 你看這裡 金門學是那個小金哥 對啊 他在地球 這裡 來 這個對勝軸 叫做別勝擋一多套 2A 分之負兵 怎麼了 好的啊 欸 上次學不好玩嗎 好玩好玩 對啊 他上金門學 蛤 啊 金門學很好玩啊 以前都沒有這種東西耶 你們現在很幸福耶 來 各位 分之多少 1B 欸 請問你 0.x座標是多少 2 不要生氣了 我天啊 不要生氣了 我天啊 不要生氣了 欸 F2是多少 12 8 8 然後減掉多少 減掉16 再加上多少 11 所以這個是多少 這是3 不要生氣了 我天啊 欸 請問你頂點的座標可不可以找出來 可以 頂點的座標是誰 2 2 10.3 對嗎 欸 請問頂點在第幾項線 第一項線吧 第一項線的話 他這個圖要怎麼畫 請問你Y軸應該在哪裡 Y軸在這裡 來 請問你 你的A軸在哪裡 你的A軸應該在這裡 請你現在把這個圖畫出來 我知道有些同學會覺得都有東西簡單喔 但我覺得簡單是一件好事 就你懂嗎 就是讓你們的壓力好像變得沒有像以前那麼重 但是考試的話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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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像我 怎麼了 我寫錯了嗎 沒有寫錯吧 有時候我看那個參考書啊 像我最近去翻一些參考書 我發現他們還是把一些舊課綱的東西都放了 對 比如說 分事不等事 那個新課綱已經完全沒有 那學測不能考 學測不能考 他已經明定分事不等事是拿掉的 所以 我看很多參考書喔 他那個不等事的最後一個主題都在講分事不等事 我跟你講那個是舊課綱的東西 那個以後已經不能再考了 所以你學那個東西 你說我願意多學一點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那個以後是不能考 以考試的角度來看是完全不能考的 你看課本沒有出現任何一題 分事不等事 對吧 但是你看參考書還有了 因為他們就是會把舊教材定進去這樣 因為新教材他不知道怎麼編這樣 看這裡喔 你圖畫出來是不是這樣 然後我再問你一件事情 你可以告訴我這個點的都標是誰嗎 這看不出來喔 這是什麼 0.11 對啊 0.11 這個11不是他的Y結句嗎 對不對 就這樣子喔 然後同學你用圖形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 到底哪一些x 經過這個函數的運算之後 如果得到的對應的Y會是正的呢 欸 整個都是阿 全部都是阿 對不對 整個N軸都是我的什麼區 都是我的正號區阿 對吧 對 整個N軸都是我的整號區 我的最低點 這個Y軸標都是3的對不對 對吧 最低點都是3的 那更何況 對不對 其他的一定都至少比3大 所以你說誰帶進去會大雨 每個帶進去都會大雨 知道有沒有問題 這種題目我已經講了好幾次了對不對 好 那我們這個題目大概就帶一下就好齁 幫你把這觀念再講一次就OK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 看另外一個問題 我覺得 只放一天假真的 好累喔 不要抱怨不要抱怨 我可能就沒抱抱怨 你沒抱抱怨 你今天可以在家休息阿 你不要懶 你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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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抱怨222頁 如果就是請評價 你可以去說那個腸胃炎就好啦 然後醫生他也沒辦法去診斷 反正腸胃炎他就沒辦法診斷出來 所以你等到拿到藥單之後 你就可以診假了 好 好 結束了 喔 喔 天啊 又 又回家資源 好啦 很結束 很結束 你家交易 你抱怨222頁 你抱怨222頁 異輸 異輸 還要我要講個歷史 不要聽到好 中英中英九個大聲 就是你家 我腳斷了再推拿走 我腳斷了再推拿走 我腳斷了再推拿去 我腳斷了再推拿去 我腳斷了再拚了再推拿去 我腳斷了再推拿去 我腳斷了 我腳斷了所以我就把他幾乎 炎合適合 看大聲 拚了 我腳斷了 我的皮膚在咆哮 欸不要聊天喔 欸到底這種題目怎麼說 這種題目它反過來 其實這種題目也很簡單 我們一般來講是不是 一般來講是這樣 就給你A跟B嘛 大於0對不對 然後要你去找他X的範圍對不對 這個題目是反過來問 他告訴你X的範圍 然後要你反過頭去思考說 這個A跟B的值是多少 欸你會怎麼說 這題目做法很多喔 但是我提供一個做法給你當參考就好 來現在同學你畫個圖吧 來畫個圖 來把這個圖畫出來 因為同學問這一題 不然一般來講我是不想這種題目的 來 好啦 請問你喔 他跟你說 這個傢伙的證號區啊 在-3跟1 2分之間對不對 那同學應該知道 這個-3就是他的一個X結句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這個1 2分之1就是 也是他的一個什麼 X結句啊 然後你們該想的一件事情喔 這個法務線啊 他可以A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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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